今天中午時代是太熱了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來吃冰 我們今天來到了冰店 是已經有六十幾年的歷史 是在大稻埕附近的 一間米苔木冰店 所以像現在的時代 可以看到店員都非常忙碌 在這邊製作米苔木冰 因為從工廠來的時候 都是這樣一大塊一大塊的 接下來要靠人工的方式 來去做分裝 再把它分到一盒一盒的 這個盒子裡面 這樣消費者買的時候 速度才會稍微再加快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也實際點了一碗 這個米苔木冰 而且限量來說其實是非常多 因為除了米苔木之外 你可以看到裡面 還有這個大紅豆 另外還有沒有經過染色的昏桂 就是白白的這一塊 還有仙草 我們今天也來實際試試看看囉 我覺得米苔木 真的是非常的Q彈 而且不會有那種太硬的感覺 因為這個米苔木製作方式 其實是非常的費工 老闆有說 他們大概是早上的時間點 就要在工廠做準備了 大約是早上五點鐘的時間 就要起床 使用的原料就是再來米 把再來米磨成漿之後 要去攪拌 但最重要的動作 就是在攪拌 因為你不能攪得太稠 或者是太稀 如果是太稀太爛的話 可能這個米苔木就煮不出來了 那如果是太稠的話 吃起來可能就會偏比較硬一些些 那接下來再推成絲 煮水之後冷卻就大功告成 至於今天的天氣方面 一起來關心 持續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所以能維持高溫炎熱天氣 那像是今天在台北跟新北 持續發布了高溫景緒 要防的是三十六度左右的高溫 那至於在紫外線預估上面 整體西半部地區 也是來到了過量等級 那另外像是在宜蘭 還有在澎湖地區 紫外線預估則是來到危險等級 所以今天在五間 出門時間還是要記得擦防曬 那多多補充一下水分 那至於在今天 整體的水氣上來說 還是主要在午後居多 像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那另外還有在迎風面 東半部地區 還有在大台北地區 要防的是午後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發生 那就未來幾天的天氣重點 一起來看 那北部地區來說的話 從今天開始呢 一路到下個禮拜的時間 還是一樣高溫都是可以來到 三十五度到三十六度 不排除呢 局部地區也是可以上海到 三十六度以上 那不過下個禮拜一到禮拜二 受到整體西南氣流影響 所以水氣稍微比較偏多了一點點 那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天氣變化 一起來看 這整個禮拜呢 白天高溫也是可以來到了 三十三到三十四度左右 但是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 受到西南氣流影響 水氣偏多還是要防午後震雨 或者是雷雨